高超音速导弹领域 中国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 美国知名军事网站在评论东风时期时 搭配的风图 正是在海中巡航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近日一则消息传出 比东风时期更狠的来了 高超音速导弹领域 中国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 又因为高超音速武器具备对航母的超级打击能力 外界普遍认为美军最大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换言之 在中国的东风时期导弹面前 美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犹如带子的羔羊 对这一点美国人早已变相承认了 美国知名军事网站在评论东风时期时 搭配的封面正是在海中巡航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其寓意跃然直上 据媒体2月21号报道 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称 中国正在测试洲际射程的高超音速武器 该武器被设计为以高速在低空飞行 使美国提供精确警告的能力复杂化 美军司令指出高超音速武器可能不同于东风时期 携带HGV的弹道导弹射程更远 杀伤力更大 很显然 美军依靠世界V2的天机红外导弹预警系统 再一次侦测到了中国测试新型导弹的动向 高超音速的特点正是令美军焦虑不安的存在 难以预测的机动变轨 超过5马赫的初始速度 卓越的精准打击能力 都是美军目前防御体系难以抵挡的 以东风时期为例 其发射方式是垂直发射 根据坐寨需要 可以载入大气层的前后进行滑翔变轨飞行 末端突防速度 保守估计超过20马赫 射程可能在2000公里左右 对东风时期来说 击沉一艘航母并不是难事 不过其有限的射程 使得东风时期不能像东风4E那样 在一小时内打遍全球 如今中国正在测试洲际高超音速导弹 很大可能就是为了打破高超音速导弹射程的局限性 实际上 东风时期的打击范围较至俄罗斯高时 已经超出一大截 那么为何中国还要加紧研制 射程更远的洲际高超音速导弹呢 需要指出的是 以往美军常常派遣航母或军舰 来中国周边海域挑衅 还每约其名自由巡航 过去几年围绕东风2E的1500公里射程 美国制定了撤退1000公里的航母作业方案 显然是害怕东风2E的击沉美军航母 但1000公里还不够 就应该让美军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因此洲际高超音速5G的研发很有必要 美军害怕的正是中国需要努力实现的 对此国际评论称 中国对高超音速5G的持续研发 表明了他们保卫自身的决心 在不远的将来 中国周边海域将成为 美国军舰自由航行的禁地 确实如此 一旦中国洲际高超音速导弹研发成功 世卫美舰还敢来耀武扬飞吗 譚耀武扬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